好的确不讲就算了一直强调良心又爆出黑心油事件难免会造成大家的反弹 那么剪刀大动作的搜索鼎心屏东厂 屏东监狱出产的酱油其实也叫鼎心 尽管跟餐友大同油的鼎心是同音 但是受洗人做的酱油业绩是不减反增 比起同样是同名卖汽油的福茂加油站 股票甚至一度达到跌停可说是幸运很多了 黑心油风头震警 这罐鼎心酱油不少人乍听之下 会误以为跟餐大同油的鼎心集团有关 但其实他们风马牛不相干 只是名字同音不同字 曾拿下金牌奖的鼎心酱油 是屏东监狱受刑人采鼓坊酿制做的酱油 屏东监狱的鼎心酱油从原料发酵到成品至少得花费180天 成年酱油甚至得超过一年 标榜鼓法天然不添加化学药剂 700cc每罐125元 在混油风暴中业绩逆势翻涨 过去两周的业绩相比黑心油风波前 业绩多了130万 掀起抢购热潮 一样也是同名 卖汽油的福帽工厂就没那么幸运了 最近不少消费者拎着沙拉油桶到加油站退货 因为深陷混油风暴的福帽全民市福帽油指加油站也叫福帽 但全民市福帽新业股份有限公司 称呼省略后最后大家简称都叫福帽也同样都卖油 加油站也在食安风波中无端被扫到连带音箱补价 真的是同名两样情 记者台中屏东综合报道